上任後首次主持市政會議 各局處首長排排座 當中蔣內閣的新亮點也列位出席 包含競選團隊成員陳國軍 先前負責團隊新媒體事務的王志慶 以及曾任前總統馬英九 總統府發言人的英偉 都是蔣萬安新延覽的市政顧問 主要是借重他們過去 在中央和地方的經驗 以及在民間的歷練 能夠給予市府寶貴的意見 但這樣的人事安排傳出 在引爆藍營內部不滿 認為昔日在國民黨艱困時期 怎麼不見英偉身影 我想我們接下來台北市政府 我們都是一個團隊 我們就會透過很實際的成績 來向大家做報告 黨內雜音蔣市長跳針回應 但市政會議備戰跨年夜 可不容許隨便跳針 疫情可能更為嚴峻 所以等一下我們也會 請相關單位來報告 接下來跨年以及幾場大型的聚會 你一定相關的防疫規劃 只見台北隊長振臂疾呼 但旁邊的副市長位置仍持續空著 協詢台北市副市長林奕華 這一頭的民進黨團開記者會 協詢還沒上任的副市長林奕華 一華小霸王什麼都想要 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兩個都要 我現在工作的階段性的完成 我自己覺得也很重要 這也是當時跟市長在談的時候 我希望把這會起叫的工作 必須要告一段落 其實我在國民黨內 也是暫時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 就是既然國民黨執政 我們也希望要人才流動 我倒覺得不是說什麼有落魄 林奕華藝人卡兩位 只要還沒上任的一天 蔣市府難甩罵名 靜新聞綜合報導